听富少尔说话有多爽 只渔不了智障 四两鸭子半斤的嘴 长腿就是为了跑 长嘴就是为了吵 油嘴不用干什么呀 放到咸鱼上卖呀 别低头防弯会掉 别崩溃朋友会笑 人间就是这么真实 俗话说得好 工作可以再找 爸爸不能乱认 尤其是我们女人 为什么要努力工作 不就是为了针针铁骨 不随便叫人爹吗 我就对我儿子说 丑小鸭不可能变成白铁鹅 他经过努力只能变成丑大鸭 我儿子说妈妈 他不用努力也是丑大鸭 你别想骗我努力 我现在的嘴就这么硬 再经过三十年的岁月打磨 那是嘴吗 那是冰气 我确实不敢吵呀 对吧 因为吵赢了 气死的是自己 吵输了 气死的还是自己 工作日不行 有周六 周六不行 还有周日 周日你还忙 全球你最忙 我就好奇 当初你是怎么 针锋夺苗 把它伸出来的呢 李淡很早就说过 他说我上幼儿园 就有一种中年妇女的奇距 我回应了一下 确实是 我长相稳定 性格刚硬 两眼一钉 草木皆兵 谁敢扎我 鱼不会死蛋冒 一定破 你说一个小孩 他能看什么 的确他干不了什么 但他能让你 什么都干不了 大家都说 不要把孩子当成婚姻的纽带呀 我整天都见不到你人 孩子不是纽带 什么是纽带 WiFi吗 洗洗眼睛 擦两台 下次不要看见 帅的就上头 看见帅的不上头 他太丑了 确实让人冷静呀 亲子节目 一个小孩说 妈妈好漂亮啊 像童话里的公主 好想娶她 我看了我儿子一眼 他冷笑一声问我 这种苦 我爸一个人 收还不够吗 能跟你天雷地活 搞换了头去 领证的都是俗人 给多俗的两个人 才会结婚啊 结了婚 你要求别人修行 六根亲近 怎么你以为自己是菩提吗 抱着你就动物了 还是以为自己是一本佛经 有了你就得到了呀 能不能教会你幸福不一定 教会你吵架是一定的 中年女人的特长是什么 就是我们好像没道理 但是只要你来讲道理 就会发现自己更没道理 想教育我们的人 最后都跟孩子爸一样 只能反省自己 两个人在一起 不就是要互相洗脑吗 看谁洗得过谁 俗称沟通 人生这个巨大的荒漠 哪里还没有骆驼 压死一个换一个 结婚就是要找到那只 最扛压的骆驼 你都没时间陪孩子 还有时间陪老婆吗 你那么忙结婚甚至干嘛 搞行为艺术吗 说出我的能力 我就会告诉他家里不负义 不然呢 我说老娘有的是钱 就是想给你花 这种有病的 回答孩子受得了吗 他会抑郁的 而且还会报复 晚上你知道写作业 他就会说 我有的是智商 就是不学习 来吧 感谢观看